朝鲜外务政发言人24号就美国政府修改其核武器使用指导发表声明 称朝鲜将会坚决应对美国任何形式的核威胁 声明指 美方一方面表示修改核武器使用指导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一方面又对朝鲜 中国 俄罗斯的核武发展表示担忧 这是幼稚的舆论操纵 目的是合法化其危险的核使用战略 朝方对美方的行径表示严重忧虑并予以强烈谴责和反对 声明又指 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美国调整其核态势 对全球核武平衡 安全环境和核裁军体系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尽管美国大肆渲染别国的核威胁 其自身才是引发核军备竞赛 增加核冲突风险的行为者和无赖国家 声明强调 无论美国如何渲染其他国家的核威胁 朝鲜都将按照既定时间表 推动建设充足可靠 能够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核力量 以保障本国的正当防卫权 确保地区和平与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